阿弥陀佛 大家好 这里是连生活活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 今天是第164集的播出 今天仍然要跟大家介绍 第一次介绍三摩地的玄机这本书 节目开始 我们播放台湾雷战士制作的 诗面空行母行咒 祈请歌们传承加持 祈请诗面空行母 为众生出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本市民 LAS AMAL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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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提醒王力智天菩萨 把那些干扰的同盟及众生的恶鬼收了 提醒这么中有阿弥陀佛的往生法 师尊说过做善事不等于口化 不过善事是本来就应该要做的 李萨教 这个问题早前有同盟曾经问过 我为何如此辩解训练吗 就是说大家昨天也讲到说 这个支持建设建庙 那有的人就是会问到说 那为什么这个参加佛教会一直有开销 一直有幕后 那李萨教 说说寺庙有开支 但是不会太勉强 进行心意尽力而为 不要做无限的影响 我们也说建设宙庙跟法门是这样的功能 就是实修跟智慧 李萨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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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看现场的同门 林正熙 新歌令 还有Seddy Go Yong May Line Alien Tan 张永华 姬佩纯 王凯亦 Janael 四位宝妹 以兴根亮亮 魏令 Yong May Line Barwin Hong Kong 还有圆圆莲花 郭明德 水莲 都在KCN Sendling 紫月色 Benzel Dan 陈青梅 Imin Jones 张靖途 Mellian 还有蔡Tracy 音乐停了 我们先把音乐关掉 还有谁呢 Dantina Liu Minna James Ling 还有古坤傅 Cindy Lay Ostalotus Lishong Han 许鱼交 许鱼交 水莲 乙兴 David Lotus 还有洪耀云 黄卫婷 陈林真 颜秀 Joshio May SK Pong Alice Ma 俊雄 李佩画 陈文阳 还有 Janny Hall KCN 36万亿佛 在念36万亿佛 梅连 张志坚 海惠 林正希 很多的同门 谢谢你们 上一次我们在讲这个定中之定 在跟大家介绍 今天是连生火火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 第100 100几集 我看一下 163集的播出 那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空中相会 已经乱了 不知道第几集了 好 那就是上一次我们在介绍定中之定这本书 有同门说希望也讨论三魔地玄机 我觉得这本书很重要 也在讲这个师尊 我觉得我们归这位师父真的是很了不起 他把这个自己实修的经验 好没有保留的都公告出来 那以前我是觉得说 哇这个书好像很深 结果讲完了定中之定 再来讲三魔地玄机 我觉得说好像还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也很想再重读这本书 虽然以前已经看过了一遍 我也想再跟大家一起再重读这本书 这本书是在2016年出版的 这个让我们在实修上更进一步 你们平常有做什么运动吗 有做走路运动 打篮球 游泳 还是滑手机运动 我今天去买了一个这个 跟大家介绍网球拍 然后他有一条线对不对 有一条线对不对 可以打出去再回来 再打出去再回来 可以在家里面打网球 推荐给大家做家里的网球运动 吃完饭休息一下打一下 自己一个人打也很好玩 也知道吗 打还会流汗 这个是跟大家推荐的运动 希望大家能够非常的健康 就是说工作也有修法 也有运动 就很健康 对不对 悠感 你打把地 阿玛加把 还有红松豪 亮广莲花 美国 余立方 那今天在三魔地的玄机 这本书 师尊呢 其实一开始他就是 我说大概介绍一下 他呢 在一开始竟然介绍 他在玉皇宫 然后呢 第一次见到什么 林千代师姑 在问世的时候呢 就是姚慈金母 帮师尊开天眼的那一次 那个林千代师姑 就是教师尊 当时教师尊 就是做一个动作 三个字 静一静 安静下来 静下来 静下来 静一静 师尊这一静下来 就见到了什么 姚慈金母 静下来 以后更静一步 都见到自己的什么 原神 静下来 就到了西方极的世界 所以呢 师尊的感应 就是一切从静一静 静下来开始 那师尊呢 曾经有闭关 对不对 有两次的闭关 一次是刚开始到美国的时候 在巴拉 闭关了几年 第二次呢 闭关是在两千年 十六年金刚法会之后 对不对 那他一共闭关了 两次 两次都很多年 那在闭关之中 还是写书 闭关之中 还是度众生 那他是闭关之中 怎么度众生呢 他进入禅定 然后呢 做各种的佛事 所以呢 师尊是一位 非常实修的 而且深入禅定经验的 师尊是最有资格 讲禅定心药的圣者 你们说对吗 三魔地玄机 其实呢 还有坐禅通明法 这么中的书很多 那我们就是 有机会就跟大家介绍分享 同时呢 我也这个 再重新的复习 因为哦 师尊的书 看第一遍 跟看第二遍 感觉不一样 第二遍 跟看第三遍的感觉 又不一样 而且师尊呢 把四禅的境界 你说哪个祖师 对不对 很少人把 这个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四禅 四空 里面的净土 里面的租贴 把它写得非常的完整 这个只有道过的 对不对 通然去了 就不会回来的 我们师尊是去了 又回来 才告诉你说 这个世界是怎么样 完全都是用禅定的 禅定 甚深的禅定 去进去的 哇 这个 对不对 这个对 丹丁娜 以心恋恋 GO 对不对 还有张静诚 Meki Pong 其他同盟 那 在这一篇里面呢 第一篇介绍的是在第十四页 题目叫做 你认识轮回吗 什么叫做轮回 是不是你死掉的时候才轮回 这个观念 如果你看了这本书之后 你对轮回的观念 可能要重新再 再restart 对不对 手机重新再开机 电脑重新再更新档案 对不对 重新更新档案 为什么 你认识轮回 你认识轮回吗 实际上在一开始的时候讲到 佛教有十法界 对不对 有四圣界 佛 菩萨 身闻原诀 然后还有再加上这四圣界 再加上六道轮回 为十法界 那四圣界呢 没有轮回 那这个 其他 这个 诸天的 六道的 他有轮回 对不对 天道 阿修罗 人到地狱 恶鬼 畜生 这六道是会有轮回的 但是 师尊的问题是 你真的认识轮回吗 所以有人呢 就问 释迦摩尼佛说 我为什么活着 你为什么投胎 多多 你为什么降生在地球 释迦摩尼佛讲 仇业 昌明你好 仇就是那个壮志为仇生鲜死 那个仇劳的仇 对不对 仇业 就是要还你的因果业报 仇业 咖喱 不是宵业 Lan Jen 你好 还有Frankie Jen Slamamalam Slam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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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 Jen Frankie 你的手艺最多 你好像是来自印尼 对不对 还有观音 你好 哇 名字很特别 好 人为什么会活着 佛陀讲就是仇业 这仇业两个字呢 再简单不过了 这就是轮回的因果 师尊写到 生从业力来 那仇业 这世的仇业 还完了 死 又从业力去 活着的是什么 仇业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哇 观音 你发来 夜归联 那斯文讲说仇业 是什么意思呢 他讲六道轮回 在你的心 当你结婚了 入洞房 你的心就是已经处在 处在畜生道之中 对不对 空海大师 十柱心论 动物的心 就是吃 就是色 他师尊讲 当你在同女人 交构的时候 你的心已经在 畜生道之中 当你恨到 要把对方杀掉的时候 你的心已经在 地狱之中 当你发慈悲心 想要帮助别人 你的心已经在 天道之中 对不对 昨天我们网络上 我们说 要帮忙 护持道场 对不对 这个就是那种 天道的心 好 再来呢 当你所造的 这个业 没有很大的善 也没有很大的恶 对不对 你的心就是在 人道之中 当你 嫉妒 嫉妒别人 对不对 有什么了不起 我的才厉害 你凭什么赢过我 对不对 有斗争 有嫉妒的心 对不对 嫉妒别人的成就 想尽办法 要把别人 啪啪打倒 对不对 你的心已经在 阿修罗道 然后呢 当你的行为 对待任何人 任何事 都很小气 对不对 给自己大大 给别人小小 最好什么都是 自己全部包 别人不重要 很小气的 任何事情 任何人 任何事都很小气 你的心已经在 恶鬼道之中 当然这只是小例子 小的例子了 好 那是在讲什么 六道轮回 所以呢 你还会认为 你是死的时候 才六道轮回吗 原来六道轮回 是你每天都在 六道轮回 今天早上起来 很开心 都会想要帮助人 哇 天到 然后呢 做了事 没有善 没有恶人 到 等一下 生气了 这个嫉妒别人 就阿修罗道 讨厌别人 恨对话 跟谁吵架 倒霉 诅咒他 你就是地狱道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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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厚色一点 就变 这个 出身道 所以一天 一天里面的心 有经过六道 你知道吗 那我们的一生 之中 我们的心 有经过多少六道 所以呢 当你的 习气 对于天道的比较重 就有升天的机会 对于斗争的心 比较重 虽然也学佛修习 可是斗争的心 不愿意放下 不愿意这个 就是觉得人家赢过自己 就会很生气的那种 那种斗争的心 比较强烈的 还没办法修法 把它化掉 已经在阿修罗道 将来就是转世在阿修罗 依此类推 所以为什么我们 在讲说 修行 为什么要修这个心 原来你在修正 你自己的进度 你现在已经在六道的里面了 然后呢 你赶快把你的这个因缘灭了 然后呢 以后可以到净土去 网路同门大家好 妈坚力骂萧维利 和人节 帮佛 佳 认同 对 兄弟 所以呢 我看了这篇文章 心里面 会啊 有时候自己 也会生气 对不对 那生气 也会骂人 就是说 我们在学佛修行之后 当然习气也不是一下子就把它改得很好 但是每次要做检讨 你这一天里面 你做了哪些是好的 哪些是不好的 你在入山摩地 在念就在修法 在忏悔的时候 你静静的想 你这一天 你经过了哪些道 贴道 人道 阿修罗 还是三二道 你的心呢 你自己要去转一次 阿想想看你这几年 你的心在六道里面转哪一个道 比较强 还是莲花同子道 对不对 还是不知道 月芬你好 所以呢 所谓的六道轮回 实际上是不可思议 你会在哪一道 是加减乘除 或者综合的成果 综合起来 对不对 如果是萝卜汁比较多 综合果汁 萝卜比较多 你这杯果汁就是红色的 就比较多 对不对 你这杯果汁呢 柠檬很酸 比较强烈 你这杯果汁喝起来 就是特别酸 你的六道的果汁 哪一个比较强烈 就是你的心 依据在六道里面 比较强烈的 都是将来你要到 这个六道轮回 里面的很强的因果 今天没有迟到 刚刚开始而已 没有那么完美 我们就是一直在修正 Lisa Jane 心态不断轮回 心定安然 平淡忠才是不受影响 修行的改变不轮回 感谢师尊 这个说法开始 对不对 写这个书 所以 所以以前的古人讲什么 战战兢兢 如铃身渊 如铝身渊 如铝薄冰 就是说 他在对自己的每一天 都非常的小心谨慎 都小心谨慎 在看住自己的心 要让自己的心 静念相继 不过有个方法 比较轻松 最近在研究 静念相继 要让你自己在脑海里面 咒音都不停 有没有方法 其实还有个 真火作弊法 你就常常 这个 开车的时候 走路的时候 有空的时候 听我们的佛乐 对不对 沙士心秀的咒音 或者说 那个很多的佛乐的music 你喜欢听的 常常听 等到呢 你把音乐拿掉了 那个咒音还在脑子里 转 对不对 你不用念咒 那个脑子里 自动旋转 不就静念相继了吗 然后你的心 你的心就注重在 专注在你脑海里的咒音 也是在念佛啊 你说对不对 我往利欲 所以 所谓六道轮回 修行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 不造恶业 造善业 六道轮回 很恐怖 对不对 骑机车不行 骑机车 你就观想 观想 护法 大力金刚 你跟大力金刚合一 还是跟师尊合一 骑机车 对不对 你专注在合一 也可以 哇 王立颖主教 你好 这个 冰城的 当然 也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啊 不能一直观想 等一下 这个 发生交通意外也不好 要注意安全之下 专一 好 六道轮回很恐怖 所以行者要超越 这才是究竟的佛教 所以 学佛 要不要修行 你们自己看 Michelin 对不对 上师利遇总算找到了这了 你好 那有人问说 如何不轮回 如何不因果轮回 师尊讲 没有业 不是没有吃宵业 是没有业力 业障的力 哇 那怎么样叫做没有业呢 师尊答 入三摩地 哇 这就来了 为什么我们修法 一定要入三摩地 因为入到 能够证悟到佛性 证悟到空性 证悟到 师尊最后讲什么 入三摩地重要吗 他说重要 为什么重要 因为无心 对不对 刚刚讲动物的心 人伦的心 天道的心 地狱道的心 畜生道的心 恶鬼道的心 但是呢 师尊今天教导我们 入这个什么 三摩地的玄机 告诉我们什么 入三摩地 真正的入三摩地 入到无心 你那心都没有了 心都已经 证悟到空性了 也就没有那个业 那个业已经影响 不了你了 而且你直接 就是佛性片满 所以入三摩地的口诀 叫做无心 你去看佛王之王 他讲无事无心 所以刚刚讲六道 要修正 修正了之后 还要进入佛性 还要进入空性 才会灭除 这个因果轮回 这样子明白吗 师尊讲 只有无心 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 只有无心 才能超越六道轮回 哇 这句话是不是很重要 只有无心 才能超越六道轮回 这个没有人会告诉你答案 我们的师尊 你看 讲得那么的真确 而且是一针见血 不会跟你拖你带水 Penny Fong 你好 Lisa John 有的事情令人感到 心苦恼 内心深处自觉 自己未能够完善 才能够自己惭愧 但是你想说 那无心还不简单 把心放空了 习气不除 就一下子修无心 可以吗 我们再来看 下一篇叫做 魔砖成静的公案 是不是一下子 就进入无心呢 Angeline 所以曾经有一个 这样子的公案 有一个什么 喜欢坐禅的禅师 每天打坐 天天静坐 晚上静坐 白天静坐 晚上静坐 王子熙 还有Ellen Ellen Ellen 的余润臣 我这次呢 在东南亚弘法 我听说有一个人 有一个行者 好像就是出家了 那你说 问他为什么出家 天天在庙 可以修法 天天在庙 可以静坐 那法务的事情 他说那个是 在家居是做的 他只坐 静坐 然后有上师来陪上师 那这个 这个红法人员 令这个 这个理事们 非常的 有点苦恼 不知道 应该怎么办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中委会 他有一个条文 就是说 你是常住了 或者挂单 你一定要配合 这个道场的理事会 那再来就是出家了 是不是一天大碗 修法 难道不要先磨自己的性质吗 所以以前不是有学那个建道 学功夫的 对不对 他那个好像是我听说的 那个师父 跟徒弟 对不对 教徒弟什么 先做很出众的工作 对不对 然后让他 而且用很多严厉的方式来考验他 为什么 磨练性质 让他心能够无论遇到顺境逆境 都能够心平气和 能够心平气和 心稳定的 才有资格来练功夫 那以前 师尊也曾经跟我们开示 这个出家人一到寺庙 先扫厕所 先进厨房 对不对 然后呢 先做出众的工作 还是要磨练自己的性质 不是你修行了 好了 你就坐在 坐在办公室 然后跟人家讲话 然后 高兴的话 就静坐一下修法 那你是 来寺庙不开心吗 在寺庙里面 其实红法人员 我们大部分的红法人员 应该是99%的 都是非常的忙碌 那我现在讲的是一个个案 但是呢 也就是说 你在向往 入三摩地 什么叫入三摩地 难道就是 一天到晚静坐 修法叫做入三摩地 那在这一篇故事里面 有一位喜欢坐禅的禅师 白天也静坐 晚上也静坐 这位师父呢 为了要度化自己的徒弟 他就拿了一个砖块 那边磨砖 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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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徒弟在静坐的时候 看到自己的师父在磨砖 他说师父你在做什么 他说我在磨砖 那磨砖做什么 把砖磨成镜子 那师父说 那师父说 这个砖怎么可以磨成镜子呢 那师父说 对啊 那你禅定如何成佛 那个徒弟 哇 就开悟了 就明白了 哇 是不是很好看啊 没想英姬 大明旧 何文叶 有没来 惭愧每一天的座位 黄碧镜 日家 对不对 威廉丽 后一顶 没记望 给出去什么 心就回来什么 静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所以呢 修到 这个把自己的作用力 跟反作用力 修掉进入到空性 进入到三魔地 以后什么力都不用 只有佛力了 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子 May Lotus 李淑珍 梁 梁 Christina 不过我刚刚跟你讲的 那位红法人员 是比较特殊的个案 师尊在清凉的一面 他还是叫我们怎么样 无论看到红法人员是怎么样 各种的 因为每个人的程度都不一样 你还是要看到他好的一面 我只是觉得说 比较可惜的是 为什么 就是说 他在 这个修行的过程中 希望他以后能够遇到对的人 然后跟他讲 真正修行的真谛是什么 不要 不要就是把这个 一直以为说 只有修法 才是走菩提道路 才是出家的道路 其实还有很多的法务 还是要去深入 去体验人生 也消除业障 增加自己的功德力 消除业力 增加会力 不是只有禅定而已 修行是 这个出家修行 不是只有禅定 不是只有入山摩地 还不止这些 什么事 其实都要去做的 常诗好 大家好 李淑珍 对不对 扁教授 不过呢 微脸 所以 这个 以前我们出家 对不对 我做过西亚图雷奥寺的厨房组 后来做到当组长 第二组的组长 然后我管理过仓库 我切过菜 还切到手 对不对 然后有办过 这个有管理过仓库 有打扫过 都是要做的 每一样事情 其实都是要做的 所以呢 如果你们有志于出家的话 你们从今天开始 你们认真去了解 因为呢 在寺庙里面的任何工作 都是福分 都是福分 任何工作都是消业 任何工作都是在 教你 教导你修专一的 任何的工作 都可以帮助你入三谋地 应该是要把全部看成修行 这个是我由衷的建议 但是呢 大家对所有的红法人员 对不对 还是要用尊敬的心 看他们的好处就好了 上师晚上好哦 想如何呢 在梦中清醒 我一睡就很熟 那你在睡觉之前 你要不要修棉光法 在床上稍微静一下 先不要一下子躺下去 内容 你很会睡的 以前我也是很会睡哦 那你在这个 睡觉之前 也可以上一炷香嘛 对不对 齐寝师尊加持 你怕一下子睡着 你就坐在床上 观想三光加倍 观想让阳抗 一直然后再躺下去 再让阳抗 也可以 做棉光法 你几时还有回来 马来西亚佛堂 一年之后 我每一年大概 就是来个两次而已 然后呢 以前说除了禅定之外 是不是平常在做别的事 可以用持咒来达到禅定 持咒先做到 做到专一 能够专一 没有妄念 只有咒 只有观想光 对不对 能够专一 先达到专一 有专一之后再放空 但是如果你在工作的话 你还是要完成 你目前的工作 你专心在做工作 没有其他妄念 已经在修有志三无定 你去看定中之定 师尊的书这本 然后你有讲 哇 这个谁写乱世家人 乱世家人 Garry Lee 你是从哪里来的 好 那所以呢 再讲到 讲回这个公案 对不对 磨砖 这个土地讲 师父你磨砖 怎么会成镜子 那师父说 那你一镜坐 如何成佛 这个土地就开悟了 就明白了 所以呢 由这一问一答 这一位弟子就明白 光靠打坐是成不了佛的 行事上的打坐 那是行事上的打坐 为什么这个入山摩地很重要 可是又不能一天到晚 只是行事上的这个入山摩地 原因在哪里呢 好 诗人讲到呢 这个土地悟到 禅坐是禅坐 佛性是佛性 两者不相干 但是呢 禅坐是可以帮助你 这个悟到佛性 但是呢 禅坐不是佛性 它只是一个方便的方法而已 禅坐会从行者 开始什么 习惯寺庙生活 每个人从不同的地方来住家 要彼此减少自己在家的习气 对不对 再去修行佛法 对不对 妈姐妈很认同 这个好 这个 安娜 什么 齐景师尊 加持香港新普 刚景福 皆三级火灾 尽快扑灭 阿弥陀佛 等一下我们念佛的时候 一起回向 齐景哥们传承 加持 火灾 是有你的亲人吗 还是你看新闻的 你是Gary Lee 我是马来西亚 我每个星期二次都会在佛堂念经 请问是在哪个道场 我可以知道吗 Ira Wat Di Tzu 对不对 这个 哇 名字很长 WLG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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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Your name is so long 梁开俊 是不是梁开唇 师兄 对不对 梁师兄 好 那就是讲到说 我再念一次 再念一次 禅座是禅座 佛性是佛性 两者不相干 也就是佛性 不是禅座中出来 修出来 佛性 为什么佛性 不是在禅座中修出来 因为佛性原本就在 你好像一条鱼 对不对 鱼在找 找水在哪里 鱼就去静坐 看看水会不会出来 其实鱼一直在水里面 你在找佛性在哪里 其实你一直在佛性里面 这样子 举这个例子明白吗 Gary Lee 我是说你是在哪一个佛堂 常去哪一个堂 对不对 俊雄 魔瓦既不能成静 那坐禅岂能成佛 对 对了 没错 好 所以呢 这个师尊讲佛性原本都在 可是那你说佛性原本都在 干嘛 修法 因为你的佛性就像太阳 对不对 被乌云盖住了 难道太阳就不在了吗 你还是要把乌云拨开 显露出原来的太阳 太阳是原本一直都在的 就像佛性 原本都一直都在 只是被你的业障乌云 六道习记的乌云盖住 所以修行就是把你的乌云 啪啪啪啪啪啪 把它拨开了 对不对 让你的佛性能够见到你自己的佛性 所以要将障碍扫尽 佛性原本就在那里 自然显出 法尔本然 如果你能够将贪嗔痴 宜漫全部扫光 那你的珍宝就现前了 所以忏悔这么重要 消除自己的障碍这么重要 那从这个消除自己的心 习气的心 从有心到修到无心 所以呢 是不是一下子就正的无心 没有 还是要从这个习气的 这个六道的心去修正 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只是说 哇我一下子就要成佛 一下子就要静坐 一下子就要入到最高的三魔地 但是呢 这个好像就是 刚刚我讲那个公案师傅讲的 对不对 魔瓦成静 为什么 因为你说我要一下子见太阳 可是呢 你一天到晚禅定见太阳 禅定见太阳 可是你不把乌云拨开 你不把你的习性拨开 你做了几万年也是一样 因为这个习气 自己的习气还没有灭除 佛性常常在习气音响之中 对没错 金师你好 好 那所以呢 在大智度论里面 对不对 师尊不是讲那个 明年 这个中观堂的奇景 会传龙树菩萨的法吗 那大智度论呢 是这个 龙树菩萨是千论之师 其中有一个就是 他写了大智度论 大智度论呢 里面讲到说佛陀的弟子 有一个弟子 正得四禅 四禅的比丘 对不对 就生了骄傲的心 初禅呢 虚陀寒 二禅是思陀寒 三禅是阿娜寒 四禅是阿罗汉 阿罗汉就是杀贼 好 威延 祈求家乡 冰榜 冰榜岛的那个什么 水患加持 水患 祈福 无灾 无难 你们希望能够祈求水患 就是你们会不会念 大灸难咒 我这里有大灸难咒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不好 我看看在哪里 大灸难咒 祈请 大自在王佛 放光驻扎 我看看 音响打开了 我们一起来吹笑 大自在王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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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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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